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已经看到了二客户 好客户 然后他的一个在各年销售所扮演的角色差别 再接下来 请问那可不可以去再观看什么事 你这边你要再放什么图 请问一下 如果老板这时候问你说 好那你说二客户在2016年这边有很大幅度的成长 OK看到了 那请问你 你还可以再报告什么事 或者是如果你今天你是老板 你会想要知道什么事情 那这些不好的客户 他到底买了我们公司什么产品 对不对 对 对吧 好那怎么样知道 我们先看那个大方向 例如说类别 如果类别有看到 我们再看指类别 所以在这边是不是勾 我们一样用群组直条图好了 然后去勾类别 类别里面的销售额 那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首先 首先 整体来去看 我们还是按照 由大排到小 例如说家具 最高 技术 半工用品 好 那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好客户呢 好客户 你看哦 他购买家具跟技术 这两个是颠倒过来的 跟整体 整体来说 我的意思是说 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 看到公司 整体来说 卖的最好的是家具 其次是技术 可是这两个都还蛮高的 不像那个半工用品 这边是不是有 蛮大的一个差距 好 可是呢 在家具跟技术 好客户 他两个刚好是有点颠倒 但是还是都蛮高的 好 那我们来看 不好的客户 不好客户 这边主要差别 是不是就在家具了 有看到这件事情吗 就是 如果说 我把这个值呈现出来 然后把值稍微放大一点点 请问一下 你看哦 当我点了不好客户 从1.4跟1.0 甚至办公品 是0.6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关心的重点 应该是说 不好的客户 他买我们家具 是居多的 请问 这有什么 这有什么警讯吗 公司卖的最好的 那个类别产品 是家具 可是 亏也是亏在家具 对不对 你们最好是要有这样子的想法 等一下 等一下下午 我是要换开放资料 我一换资料之后 假设你们分配到的是结婚这件事情 那我们就要去看幸福指数 结婚跟离婚之间的关系 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 就是你会 你手上不可能拿到都是什么商业型的资料 如果你拿到是开放资料的话 你要懂得怎么样去做分析 可以了解 请问一下 对于老板来说 你看哦 成也是家具类 亏也是家具类 你觉得这样好不好 不好 你要是说那个办公用品 办公用品 如果办公用品 那个好客户这边最多 恶客户这边最多 那算了 我们干脆就把这条线整个废掉 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 可是那个最主要的是家具 家具 我不能把那个最主要的产品 我也都不要了 这样可以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 如果是在不同类型 我们要有不同的策略 反正就是当我们今天看到这些事 很多人就是我们直接把它算出来 算出来 然后到时候不去下探资料 根本就不知道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样知道它的困难点了吗 如果你们每一个人都是老板 你们现在就开始在想说其他的对策 好继续 那我们知道是家具 知道是家具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 因为真的好的客户这边 家具跟技术我觉得差不多 这没什么好讲的 就是所以 所以请问 如果我今天 我要在2017年的规划上面 我是不是还是以家具跟技术为主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 以二客户这边的一个销售 发现就是说 家具这边所扮演的角色 还蛮严重的 1.4个百万 这个其实算还蛮大的 整个多少 5.7个百万 它已经占了20% 那还真的 还不能 不容小觑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来去观看一下 那籽类别呢 籽类别 好 一样画一个群组支条图 因为群组支条图是最容易让我们去辨识的 然后这个群组支条图建议就是 就是 排序依照销售额来排序 好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这个很少的一点点根本就不用去看了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好客户 好客户在这个地方 你看它原则上是不是这样下降 整体来说它是这样下降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前四名 前四名差不多是 前五名是不是平平的 就是以好客户来说的话 当然第一个是输价 它还是有明显的差距 可是12345这前五名大概就是平平的 那我们现在去看 重点是要看这边 你有没有发现 最大的一个差别还是在 输价变少很多 所以真正的问题 不是输价 对吧 听得懂我在说什么意思 这边好客户 它是不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你看前五主要公司的销售 它大概走向是一致的 所以这还好 可是你去看二客户 它主要是这三个 这三个有看到吗 有没有看到 这三个蛮高的 低 低 低 五 好像就比较低 所以真正有问题的是 器具 椅子 引力机 然后更重要的是 有看到吗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点 听得懂吧 对不对 这边是不是最高 你看好客户 它所占的比例很少 一般客户根本就是没有 对不对 可是你去看二客户 哇 这个比例 我们要看这个单向的比例 哇 那桌子是不是最严重的问题 有看到 可是如果你不做这样子客户的分类划分 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 但是我们可以用别种方式 也来查询出来 这个桌子真的是有很大的问题 比如说出贸利率 出贸利率 我们看到它确实是扮演很大的问题 可是这样可不可以了解 这两张 这几张图之间的关系 可以哦 我觉得更重要一件事情就是 你想要知道 二客户 二客户就是不好的客户 到底是哪几个 希望吧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直接画这张 这个叫做详细资料表 详细资料表里面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放 例如说客户分类 客户分类 对不起 我不应该只点到二客户 这边是不是有三个分类 然后接下来客户名称 这张图里面 我们再呈现客户名称 我们把这里面的值 至少要稍微大一点 好不好 这个值 例如说12张 至少看得清楚一点 然后呢 再来就是我们要放这里面的 例如说销售额好了 我们点销售额跟利润 利润 还有出毛利率 而且我们按照出毛利率来排序好了 出毛利率 好 你看一下 当我点了二客户 这边是不是全部都是二客户 这个时候我建议是出毛利率是递减还是递增 递增 二客户我们要去看的是最大问题 那出毛利率是不是最小的 从小排到最大 对吧 有听得懂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可以吗 所以你看 假如说今天我点了二客户 然后接下来 如果我点这个桌子 桌子 然后你去看一下 你看哦 你看当我有这张资料表的时候 你看哦 我点二客户 对不对 这边是不是过滤掉 只剩下二客户 然后控制键 控制键按住哦 我想要点买桌子的那些人 买桌子的那些人 有看到吗 就是 这边是不是二客户 然后控制键按住 点这个桌子 桌子 这边是不是缩小了很多 就是二客户里面 有买桌子的 然后 从上往下去找 第一名 就是对我们公司 就是利润最不好的 是谁 有看得懂哦 余禅 那个第二名 完单 都很不好啦 这样知道吗 你看他的利润 是不是负2.7 负2700 负4200 可以吗 听得懂我现在在讲什么吗 请问这件事情 重不重要 很重要哦 我们都不觉得很重要吗 这真的很重要 你看我故事 我是不是就可以写 我故事 就是当我展示出来 展示出来 我会怎么样去报这件事 这个 这张图不可以复制 贴到简报里面去 你贴到简报里面去 它就没有联动了 你怎么呈现 你一定要想办法 例如说 透过那个云端 硬叠 就是它其实都会帮你做成网页 然后让你可以连续叠 你看哦 假设我现在我这张资料表 我这张资料表 因为这个字还可以大一点 所以我再稍微把这个详细资料 这个值稍微设大一点 方便各位观看 那标题 标题也可以放大一点 这你们一定要会玩哦 好 例如说 假设当我今天 我去报告的时候 这都要缩小 对不对 就是要让别人仔细看 看这张图 好 就是各位大家好 我今天要跟各位报告一下 公司 公司里面的一个 针对客户 它的 对我们公司的影响 首先我们来去观看 二客户 二客户 就是对我们公司来说 它造成我们公司利润 整个大幅下降的一个客户 那这个客户呢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在2016年 2016年 它有大幅的成长 好 所以 Ctrl鍵在点选 Ctrl鍵我刻意在点选 这个二客户 然后二客户 它在这个2016年呢 他们的销售情形 又是以什么 加剧 加剧 就是这个二客户 在加剧这边 它跟其他的类的来说 加剧所扮演的角色 是比较多的 好 所以 我们再来去观看一下 那 二客户 它主要的影响 主要影响 应该是桌子 桌子这边最高 好 所以那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那到底 到底二客户 它到底买了什么 桌子 以桌子为主的话 那桌子这部分 我们就可以找到说 这几个客户呢 这几个客户啊 我们应该要先去调查一下 就是造成我们公司利润下滑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首先尤其是桌子 桌子卖给这些人 然后这些人到底是由哪一个业务人员来去发楼的订单 还有就是卖给这些客户 为什么会 例如说卖给完单 然后两千八 可是利润少了四千两百多 是不是因为 例如说我卖给他 在这中间 他针对我们的产品要求 做了很多的设计的变更 所以导致这种情形 这些我们了解清楚之后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请就是相关的人员 写一个报告出来 否则的话 这边这么大的一个漏洞 是不是就不了了之 这样是不对的 可以了解我现在在做什么事情吗 所以至少可以做到管理 可以做到集合 你们说好不好 还不错吧 来请你补这三张图 请你补一张 两张 三张 请你补一张